大家好 我是某七的陽兵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什麼主題呢? Moto GP 2018 年的賽季又開始了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朋友是最近才開始加入收看 Moto GP 那大家對於轉播的時候 播報員所說的一些名詞是否都了解呢? 今天就要來和大家討論一下 播報員經常提到的名詞 到底是什麼意思 首先 在轉播中 主播所經常提到的得來速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在GP賽事中 當車手有違規的時候 賽會會要求車手在比賽進行中 直接進入Pitter區 再從Pitter區回到賽道 因為Pitter區他有時速限制 所以當車手再回到賽道的時候 他的秒數 他的整個比賽時間等於是會被拉長 也算是一種處罰 這樣子的狀況呢 在F1的比賽裡面稱作Drive-Thru 其實就跟麥當勞的得來速是一樣的字 那在摩托車比賽呢 我們也把它稱為叫得來速 是不是跟原文 Ride-Thru 是不是比較好記呢?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得來速 第二個 什麼是切西瓜呢? 在比賽中 你一定常聽到播報員講說 某某車手他切西瓜了 到底什麼是切西瓜? 切西瓜其實就是 車手他在比賽的時候呢 不按照賽道所規劃的路線 直接切過去 結完起子 我們就稱之為 切西瓜 這樣子的狀況如果發生在比賽激烈狀況 車手為了避免轉倒或是發生碰撞 而切西瓜 只要沒有因此成功的超車 或是明顯的縮短差距 賽會基本上不會判罰 但如果超了車 車手主動讓位回來 一般來說呢 賽會也不會做判罰 但如果沒有讓位回來呢 賽會會在比賽結束後呢 加秒 來處罰車手 第三個呢 你一定常在比賽開始的時候 在起跑的時候 聽到主播說 某某車手他jumpstar了 到底什麼是jumpstar呢 賽會對於jumpstar的規定 還有執行其實非常嚴格 只要在起跑線內 車子只要動了 都算是jumpstar 也就是說 只要車手的離合器 不小心放開了 你只要移動了 就算你在紅燈滅之前 把車趕快拉回來 也算是jumpstar 或者還有另外一個情形 在紅燈熄滅之前 車子也不能往後移 再出發 以上的狀況 雖然車手可能沒有意圖要偷跑 但都會被判jumpstar 會被罰 得來署 聽了以上介紹 你是不是對於MOTO GP 又更了解呢 希望你在下次看比賽的時候 覺得更有趣 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來猜猜看 今年的總冠軍 到底是誰 我是某某七戰狼兵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一次 四點鐘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